北北基联策申请入学改分发 今天就要来重填志愿了 而在昨天台北市长郝龙斌 特别找来国高中校长 公开的呼吁所有考生说 尽量不要改分发 可以把眼光放远一点 放在三年后考大学 另外他也安抚二次基策的考生 他甚至说不排除会增额录取 至于未来北北基是不是要自办 他说未来两年一样还是要自办基策 15、16号两天北北基将受理申请入学改分发 下午台北市长郝龙斌找来国高中校长 联媒开记者会 劝说高分低就的考生群 尽可能不要改分发 把眼界放远一点 你不要忘记你的高中三年之后 还有所谓的繁星计划 我相信我们对新生所做的一切的准备 应该会让他们觉得 他们进入这所学校以后 未来三年在这边的学习 应该会能够适性的发展 郝龙斌也安抚二次基策考生 甚至不排除增额录取 不排除这个可能 我们最主要就是我们要先看 申请入学这部分的状况 我觉得会尽我一切可能来弥补 让他们进到他们想进的学校 但是引发民怨的北北基联策 明年还是续办 现在已经有一纲一本的学生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负起责任来 这次的改分发将在19号放榜 至于是否增额 北市府将在20号之后再做决定 好 是不是会增额录取 当然现在就要等到7月19号 也就是这些改分发的同学们 名单确定之后才会来确定 到底要不要再来增额录取 二侧的考生 那么对二侧的考生 他们也觉得这样子实在是很不公平 因为他们等于只剩下半天的时间 可以来考虑要怎么样来选田志愿 总之现在各种状况都有 很多的民怨正在持续的爆发 而针对这起事件 监院已经表示了 要来主动调查疏失 不过另外这起事件